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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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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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可以很清楚看到說 我們在去年下半年 拿到了藥品查驗中心的指標案件之後 就全力往遺產的認證前進 在今年上半年 我們分別完成了世間體系外的醫院驗證 最後在9月的時候 也很容易得到台北生計獎的肯定 這個題目回到最後還是要幫助 這個臨床醫護的協助 這個題目到底哪裡重要 在WHO的2025年的報告是覺得說 AMR這件事情在2025年 將會在每三秒鐘 會有一個人因為這個超級細菌的感染死亡 所以他其實比癌症還要更嚴重很多 WHO當然也有提出相對的建議 例如說在抗生素的使用原則上面 必須要更嚴謹的去使用 透過實驗室的鑑定之後 才可以讓臨床去進行後線的抗生度 的治療 另外一個是新的藥物開發 因為近期10年來 大概沒有新的真正全新的抗生素 被開發出來 也就是這樣子 醫生在有限制的狀態下 他必須要在臨床上爭取最短的時間內 讓病人自己進行最正確的治療 這個數據是什麼 就是每晚一個小時給正確的抗生素 就會有7%的死亡風險會上升 從這邊可以理解說 我們要怎麼去改善這件事情 回到臨床的檢驗流程 可以看到說 上面第一排是現行的臨床檢驗方式 他需要等到48小時甚至72小時 才可以鑑定出 這支細菌他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抗生素來治療 是對這個病人最有效的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相對來說聽起來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陽性血之後 馬上透過特殊的分析檢驗法 那萃取出細菌的sample之後 我們上到Molitov去拿到這個訊號 在一個小時內 陽性血後一個小時內 我們就可以讓醫生知道說 這支細菌他需不需要去使用後線的抗生素 那什麼是止譜儀 止譜儀為什麼可以協助我們做這件事 在技術上面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或是想像一個情境說 當我們去機場要登機的時候 首先一定是確認你的身分 你是本人 接著會通過安全檢查 確認你身上沒有危險物體之後 才可以上飛機 那同樣的概念在子苦儀 其實在寫著說這支細菌到底是誰 那對應的抗生素組合 我們才可以去做後面的驗證 那進一步我們來想說 那子苦儀現在可以看到說 他可以在細菌分類上非常明確的 可以看出不同的細菌的子苦突破 那有沒有可能透過機器學習 跟臨床累積大量的數據 來去讓後面的藥物檢驗去縮短它的時間 那答案當然是可行的 我們針對CVC它所監測的八支細菌 那縮寫叫ESCAPE 這八支對全世界影響到非常嚴重的細菌 我們去做分別拿中規的資料來做訓練 那這邊委員們可以看到說細菌的全名在這 那對應的細菌我們手上所累積的資料庫 以及它訓練的準確率都分別呈現在委員的誘圖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最低的標準大概都接近AUC0.9 那針對這八支 我們也都已經導入中國醫藥大學負責醫院的這個平台上 那這個是實際上臨床醫生會看到的畫面 那其實這裡面的話有三個AI的數據 在協助這個應測的臨床診斷 那我們的這個細菌智能檢驗快速檢驗的話 是座落在其中這邊 也就是說當系統檢驗部偵測到這八支細菌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呈現在這個燙藥細菌風險值在這個平台上 那後面當然是一連串的這個資訊運算 那我們這邊就跳過 因為當醫生看到的時候 他只需要知道他知道的訊息 後面的計算流程其實他完全不會有感覺 這就是我們希望做到的AI 就是讓醫生沒有負擔 來去使用AI運算出來的結果 那另外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其實不是只在我們自己的醫院做驗證 如果只是在醫院做測試的話 其實這個模型只能在一間醫院驗證 我們分別結合了北、中、南、東 各一間具有代表性的醫院去進行的驗證 那在屬立豐原醫院我們的AUC是接近八成 那台大慈濟跟雙核醫院分別是0.85% 0.86%跟0.88%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這個主缺率 包含說我們跟CDE講 他也是覺得這個驗證已經超出他們的想像 那另外更進一步 我們不是只單純做AI 我們希望可以協助後面的抗層數型藥的開發 所以我們在這AI的後面 也發展了一套視覺化的工具 讓醫生們或是研究者們可以更好地去理解說 為什麼AI在針對這個訊號的時候 去做這個抗藥跟不是抗藥的判斷 那這邊可以很開心的跟各位委員分享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專利 就是我們找到6591這個PIC 那這個PIC後面我們在其他四間醫院裡面的 視覺化的呈現也都發現說 的確這跟PIC在每一間醫院的MRSA 都展現出非常好的AMC 但是這遠遠不足夠說我們來做藥物的開發 那接著我們就是跟中醫大的蛋白質核心實驗室 去把這個PETITE鑑定出來 那鑑定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只有兩個蛋白質的Mutation 其實就造成了這個蛋白的Cavity上面的改變 那我們後面也做了這個Virtual Screening 你發現說的確這兩個蛋白質的這個突變之後 下面這個是MRSA上面是MSSA 的確是會讓它在門司實力在做Ducking的時候 MRSA是進不去這個Cavity的 也就是造成它的抗藥性的表現 那我們其實在為什麼做這麼多可視化或可解釋性 就是AI其實很被criticize 就是它是一個block box 它沒有辦法解釋 但是我們發展的工具 包含這裡也申請了專利 很清楚的告訴醫院醫生研究者 為什麼這個AI做出了這樣子的判斷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前景 那最後呢 我們講一下這個專利的布局 我們專利總共申請了三個 包含兩個台灣一個美國專利 那分別針對我們的抗藥細菌系統預測 跟快速前處理法 我們也去針對這個專利的風險 去進行的風險分析 那其實我們所查詢到的都是低風險 或甚至沒有專利保護的狀態下 所以我們是可以自由實施的 另外抗藥細菌資料庫 跟資料前處理單元和模型訓練 這個也是全部都是低風險 以及可以自由實施的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專利下去 在專利布局上是非常穩健的 那最後一個是要聊到市場 就我們做了這麼多事情 投入了這麼多的資源來進行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這個東西 但第一個是有經濟價值 第二個是能夠協助醫療上面去做改善 那我們針對這個快速檢測細菌去做了分析 發現說未來在2027年它的市場 可以達到51億美金 那尤其是在亞太地區 它的成長速度是最快 也就是我們台灣現在所在的這個區域 那現在市場的三個Major Players是誰 第一個是BD Diris Bruker 第三個是Biomeris 那我們一任的系統是用Bluker 所以我們就跟Bluker很好的去配合 也做了好幾次溝通 所以我們現在是Bluker為主 用它的機器當成我們的載體 來去推廣我們的這個軟體服務 那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自己前年從Microsoft Research 從美國回來 那我也希望說透過圍繞你這個銅路 協助我們達到北美的臨床診所 或醫學中心裡面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對台灣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 包括說台灣包含26間的醫學中心 77間的地區及醫院 那總共希望五年內可以達到30%的滲透率 那最後我們先做一下summarize 那第一個是這個一個小時 每一個小時其實都是 對病人來說都是提升存活率7.6% 那這個市場很大 用51億美金的市場 那最後我們現在的狀態是 可以高度整合臨床的流程 而且在一個小時內 可以讓醫生去進行正確的治療 那最後我們的GoTo Global的策略 就是跟Bluker跟Microsoft結合 謝謝 我們在同歸的行為 我們在同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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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盡量的工作